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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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者构成了所有存在的全部 而银河就是存在于这个体系上的一片空间 它的本质难以说清 只清楚在银河中有许多颗诞生了文明的星球 对于目前的星球铁道来说 银河就相当于这款游戏的宇宙 是整个故事的舞台 至于银河之外有没有能够去到的空间 肯定不是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知道的了 新神阿基维利就是想去丈量银河 找到宇宙的边界 甚至是存在之数的端点 所以才开着星球列车在银河中旅行 阿基维利在世的时候 曾和凡人一起乘坐星球列车 在银河中不断地开辟道路 他虽然也被原动力束缚 只能进行开拓 但在所有和他相关的故事中 阿基维利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接近凡人 拥有凡人一般的自由 阿基维利的故乡是一个叫做裴加纳的孤绝世界 星球列车所标示的起点站是裴加纳 终点站也是裴加纳 所以星球列车的运行轨迹 实际上是星神阿基维利曾经的旅线 但这一条路被阻塞了 当星球列车的道路遇到星河的时候 就像轨道前方出现了巨大的坑洞 必须要把星河给清除 星球列车才能继续行驶 所以我们要在列车无法前进的时候 去解决星河的麻烦 这样的关系让星球列车以及车上的无名客 看上去像是宇宙侠客 因而星球列车和无名客在宇宙中风平还是很好的 而星河在一侧的剧情里 基子的说法是由毁灭之星神纳鲁克直接种下的 但三侧的剧情 基子改变了口吻 说他们猜测是某位星神将星河剥洒在了各个世界 虽然跟瓦尔特对话 会发现在瓦尔特的认知中 依旧是毁灭把星河剥洒在了宇宙间 但说的这么含糊不清 可能是想拓展设定 让整个体系更加庞大 期待正式辅得文本调整 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 星河是带来灾难的种子 亚利洛六号这颗星球 就因为星河陷入了寒潮之中 全球人民只能以唯一的城市 被罗伯格作为预寒堡垒 非常凄惨 但也有小部分人将星河视为目标 他们组成了名叫星河猎手的组织 星河猎手信仰的新神部名 只能了解到 他们在宇宙中到处寻找星河 至于找星河要干什么也是一个谜题 目前已知的星河猎手成员 有卡夫卡 银囊 任 萨姆 以及似乎是他们领袖的艾利欧 艾利欧被称为命运的奴隶 又遇见未来的能力 他在背后指导着卡夫卡等人的行动 卡夫卡因此入侵了黑塔空间站 将这里存放的一颗星河 塞进了主角的身体里 主角像是被卡夫卡创造出来的一样 所以卡夫卡相当于是主角的妈 以上就是关于星神和银河的一些设定 我们下期剧情解读再会 拜拜